昨天下午由长沙至老挝廊布拉邦直航航线成功试飞 历时2小时10分钟抵达廊布拉邦国际机场 从长沙到廊布拉邦的航线是湖南第二条飞老挝的直航航线 航线由老挝国家航空公司直飞 每周三在长沙和廊布拉邦万象之间往返 机型为空客A320可搭载158人 130多名湖南旅客成为试飞航班的首批乘客 那么这条航线开通了以后呢 湖南的游客到老挝去旅游 两点进出不走回头路 大大的方便了游客 廊布拉邦是老挝著名的旅游城市 被联合国评为世界自然与历史文化双遗产之都 过去湖南人想要前往廊布拉邦 需要从昆明或万象转机 直航航线开通后 长沙至廊布拉邦的距离将缩短至两小时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特别好 有些是下午4点 正好是6点多一点到老挝 最大的就是方便 直接早上出发晚上就到家了 试飞的旅客中 还有十多位湖南的旅游业者 特意来感受新航线的便捷 开发新的旅行线路 所以我们继续过去也是采点了解情况 为了以后更多的一个把业务吃上脱汤 近年来湖南与老挝合作交流不断升温 2015年长沙开通至万象的直航航班 去年老挝驻长沙总领事馆正式落户 长沙至廊布拉邦直航航线是非成功 将进一步密切湖南和老挝北部地区的友好往来 对于湖南游客来说 朗布拉邦可能比较陌生 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湖南企业家来到这里投资 承邀湖南人民到老挝朗布拉邦观光旅游